幸亏我机智 全身而退 我还以为你会直接在他们面前下床做个场秀 让他们更生气 跳什么急了 收跳墙的 慢慢来 总会把他们都气出毛病了 刚刚你们真的签字了 可惜是假协议 不然早就会不自由了 你能出去吗 今天是你付出机器的大致 我专门给你来撑台面 你每天这么闲 不用上班了 下班一样 白白气 罗总你好 我是孟玉姐的临时助理 孟玉姐叫我通知临时 她今天晚上会拍摄很晚 那我去唱歌呢 没关系 稍后晚点说 喂 开车舰 开车手机 不用上信了 公司那边怎么说 这不是我们的大明星 江梦 顾珊珊 又是你 你还真是一点心意都没有 我最讨厌 我最讨厌的就是 你总搞得像还天生睡一样 是烂 烂偏你必备的桥段 我很想 一般只有女配才会做我的事 而晚晚她们的结局都很惨 之前没能真的让你变成残废 今天我一定要谢了你条 不过我这个人呢 看不出了设心 所以就能谈认了 你没事吧 没事 等我一下 嘿 抓了 别急了 你怎么来了 今天我看片场你的助力车 你不对劲 所以我留了个心眼 要不然你真的很嫌 幸好有你在 不然 到底怎么回事 还不是那个不想想 这次我一定不会放的 算了 你先走了 哎 陆轩 你怎么了 陆轩 你怎么了 陆轩 还疼吗 放心吧 死不了 这次证据也确凿了 你这一棍不能白癌吧 什么时候 送他们去监狱 我看谁敢 对不起 陆轩 对不起 陆轩 陆轩 你是把所有的眼睛更用在这里 听说你拍戏都哭不出来 还要滴眼药水呢 陆轩 你是想要你妈还滴眼器坐牢吗 这次你又翻过伤害我的人吗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不能把我妈送你坐牢 那顾珊珊呢 她几次三番的害我 如果我不知道 即便还活着 也残废了吧 陆轩 陆轩 我以后回来 陆轩 我不要以后 要的是现在 你确定 您让我潜伏在陆家 我窝了一天一夜 轻耳听到的 陆轩轩果然对我很相信 这次 真不应该让我下去 珊珊等我的拍摄 不拍了 我要趁机去转入生活 趁机需要入园 你是谁